母乳未卜友善场所 常见问题 场地管理公司安排了员工参与母乳未卜友善社区的培训课程 这两位员工完成课程后成为母乳未卜亲善大使 他们对支持母乳未卜充满自信 并与大家分享如何处理一些常见的实况 如果妈妈使用育婴式时间过长 而有其他人等候 你应该怎么做 你可以轻轻敲门 问问妈妈是否需要帮忙 并礼貌地提醒有其他妈妈正在等候使用房间 其实房间内外也可以贴上告示 表示建议使用时间为30分钟 同时 其他职员可以为等候中的妈妈安排其他地方 例如一些僻静的休息区或服装店的试衣间 或提供有关附近可供未卜母乳设施的资讯 当你建议妈妈到其他清静的地点时 如附近有闭露电视的装置 妈妈可能会担心隐私问题 你必须让她知道该地点会否有闭露电视 让妈妈自行决定是否在那里喂补婴儿 如果有需要 你可以提供喂奶金以保证妈妈的隐私 母乳喂补友善场所欢迎所有顾客 不论她是否母乳喂补 如果你能够照顾到顾客们的需要 便可以为他们提供优质的顾客体验 谨记你才是让母乳喂补友善场所 做到包容和好客的关键 当你为妈妈提供了一个 友善及舒适的母乳喂补环境 他们会非常乐意分享自己的体验 并把这个场所推荐给亲友 口碑就是最好的宣传 如果你遇到什么难题 你的经理随时会为你提供帮助 如今越来越多妈妈都选择母乳喂补 让我们一起建立母乳喂补友善场所 支持妈妈吧 如果你也希望成为支持母乳喂补友善社区的一员 请联络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的 CS2 Breastfeeding计划 致电28362913 或香港大学护理学院的母乳友善 如你成长计划 想了解更多 请浏览www.fhs.gov.hk 卫生署家庭健康服务制作 记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